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要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哇他们好幸运哦含着金汤匙出身了但是其实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呃是外界很难想象的哦因为呢如果今天呢你没有把这个你你你你做起来了你真的维持着这个呃扛起了老字号做得很好大家会觉得你是呃你你你是应该的对没错哈哈哈就是说然后你要是没有做好大家就说你是败家 大家知道拜家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哎你要先有家业你才有得拜哎也知道拜什么东西我们想要当拜家子还没办法哎要要要要他们这种弃二代哦富二代才有机会当拜家子可是你看看就是压力真的很大做得好不见得是你的功劳做得不好一定是你的错那尤其为什么说这十年因为我身边其实有非常多像这样的朋友 因为这十年其实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你真的没有办法再用老一辈的方式可能在你爸爸或在你爷爷的那个时代他们那样做真的可以做得很OK但是现在这个新的时代那样做他就是急速消失那你想要做转变又要单又要又有那种压力又有那种要担负着我要改变 然后家家里面的长辈们都反对对可是你知道你不做改变不行但是万一你真的改变做的不是很好那你就会沦为拜家子的这种封号实在是太难做了所以他们的故事都很有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这一位这一位呢真的是他们家的广告你一定听过而且超洗脑的我在开车的时候每次都一直不停的听到然后听到就很想要去Google到底他们在干嘛 松林夏的副总经理石硕如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二代康奇遍天的故事欢迎副总同文姐好各位现在的朋友大家好我刚讲有讲到你的新生吗其实都有说到都有说到没错确实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算是相当年轻的代表你今年可以告诉我们大概在哪个range之间吗 我们已经过三十多岁30多岁还是非常的年轻以在企业界来说那松林夏呢其实是国产品牌的冷气对有多少年的历史了我们松林夏的品牌已经有二十五二十五六年的历史了嗯松林夏二十五六年国产品牌对没错哎讲到冷气说真的大家比较容易有印象还是日系品牌对所以要在这个 市场里面打出一片天其实其实也不容易啦对嗯那你你大概你说你现在三十几所以你是什么时候接下家族企业的我其实正式接班是在两年前左右哦那我六年前的时候是有回到公司开始任职上班然后就是那时候是从业务的基层开始慢慢的去做起那一直做做做到只到两年前那 那爸爸那时候也过世嗯对然后开始就其实也是蛮突然的因为爸爸过世之后就突然的转接到我的身上来你是独子吗呃我还有一个哥哥嗯对对对那因为我哥哥比我更厉害他事业有成然后自己有一个事业哈哈所以他没有接班家族的事业没错那你嗯三十几岁你当时在小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要接班家里的事业吗 小的时候嘛好像有点这个好像路比较远一点所以没去想到没有吗对没有那确实是可能六七年前才回到公司开始任职上班之后对那才有做了要可能要有一天要接班的心理准备对没错嗯那你你你你以前想做什么以前想做有一些有一些我身边的朋友啊可能家里面就是某一个呃家族企业的这个标志蛮明显的对 有一些人他们当然通常大老大对会比较任命的去接班对可是底下的弟弟啊等等的他们就会有自己的梦想你自己有吗我的梦想其实我以前有想过要当机师啊那个开飞街机师对不过好像身高有比较矮了一点哈哈哈现实是残酷的对梦想是有梦最美但现实是残酷的对所以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对但你有想要做生意吗 毕竟你是在一个生就是商业家庭下长大的生意嘛这个就跟欢姐刚刚一开始讲的大家都想做一个败家子嗯那这一个以前小时候大家都想要物质的需求这样子的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嗯所以其实在小时候并没有针对说想要去当老板啊然后去创造什么生意的价值这一块嗯对是直到后来回来公司 呃慢慢成长那开始发现说哎我们家公司我还在外面上班的时候嗯那就是有想到说哎那我们家公司好像也二十几年了嗯那其实好像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回去公司然后帮忙爸爸嗯然后毕竟爸爸这一个事业他从二十几年创业到现在嗯然后到现在嗯到今天嗯嗯他能让我们松林下嗯可以有这个广告可以让同一姐你们每天在车厂都 然后听到松林下嗯对这么厉害的一个吉时嗯那我觉得是不是不应该就这么浪费其实其实你你父亲在二十多年前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已经出生了所以你其实是看着爸爸一路对一路的应该讲他创业的时候对你们就已经一路上是看着的嗯对那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还不懂事可能从郭校嗯他就爸爸就是有出席各界的场合那其实都有带着我去那些场合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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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另外一個品牌可能又佔了三成兩成 所以為什麼會想到 你知道父親當時為什麼會想要創立一個國產的品牌的冷氣嗎 因為國產的當時的機緣是物價比較高漲 我們的冷氣是奢侈品 那爸爸那時候想法就是想說 希望可以用比較平易近人的一個冷氣設備 把我們讓我們台灣的一個整個這個 創造就是有更高的一個生活空間 應該講說日系品牌的冷氣可能比較貴 然後希望說能夠有個國產品牌 讓沒有錢買日系冷氣或是對他們來說壓力比較大的 人可以比較便宜的買到平價的冷氣 讓看因為我們現在是每個家庭都有一台冷氣機 那當初的時候可能是幾十個家庭才有那麼一台冷氣機 所以那時候想法就是希望能讓家家服務都有冷氣可以去吹 對這樣的想法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日系品牌 幾乎快要成為獨佔市場的狀況之下 然後其實後來有很多的 有很多其他的品牌也是本土的品牌 有可能原本是代工然後變成品牌 對那你們怎麼去區別我們待會再聊 今天辦公室同樂會來聊聊企業二代的心酸 他在現場的是松林夏冷氣的副總經理石碩如 那剛剛有說到我剛後來有講嘛 就是說為什麼會在這個日系品牌林立 而且是基本上幾乎佔了大部分冷氣的版圖的情況之下 您的父親還要自己想要創品牌 所以我剛後來其實有問說是不是原本也是代工 對 確實跟許多的台灣的品牌一樣松林夏也是代工起家 沒錯 那可以聊一下在代工的那個時候 你知道有的時候我跟一些跟一些品牌聊 他們都會說以前做代工輕鬆多了 是也是這種感覺嗎 我們家的代工其實從早期的 早期最早期還蠻輕鬆的 那我們代工有遍布到外銷 我們甚至有外銷到美洲歐洲跟東南亞 那可是我們最後又節節敗退 我們因為被大陸那邊一直打回台灣 對其實我聽到大部分的後來被迫要成立品牌 都是因為台灣的代工 台工也曾經一度是台灣一度是代工王國 但是後來這個地位已經被中國大陸取代之後 那你只能選擇兩條路一個是消滅 另外一個就是成立自我品牌 因為技術還在 所以那個時候你們也是一樣 你的父親就決定成立自我品牌 我們兩個其實都是同步進行 但是當初的中心是著重在代工 然後品牌反而是吃藥 那就像同學你剛剛講的 這樣的變革方式之後 我們代工反而稍微下降 然後我們希望把品牌帶入更多的想法 那剛剛也聊到你加入回到公司 其實大概六年的時間 差不多 那正式接班是兩年前父親過世之後 所以其實你看那等於你回來到接班四年而已 對 蠻短的 蠻短的 有遇到就是我們常看到那種類似像公鬥劇的劇情嗎 就你知道有一些畢竟你們公司也是有二十多年的 那一定有一些是跟父親當時就一起打拼的這樣 有沒有什麼老陳不服少主啊 或是看不慣你的想法 或是你覺得跟他們的想法有沒有什麼落差 你怎麼樣去 你自己覺得最大的挑戰跟挫折是什麼 你怎麼去解決這些事情 像公鬥劇這個部分其實不管是老陳 當然其中還有一環就是爸爸 他當初其實也是我跟他也是公鬥劇的一環 哈哈哈哈 爸爸看你最不順人 對對對 爸爸看你最好 像很多企業的父子都這樣 對 他 我們兩個因為我們 畢竟我們的年代很有差 所以我們的一些年輕人想法 那可能老人家會比較跟不上 或者是會覺得說有需要為什麼 要去這樣子去進行呢 那到了老陳 老陳也是一些覺得說 我們這樣的變革方式 你確定會把公司帶來更好嗎 還是會甚至影響下降 對 所以後來就是我一直持續慢慢跟爸爸這邊溝通 那也請他說 你不然先某一部分讓我放手 讓我去試試看 那試了之後然後發現好像成效OK 所以就一步一步的讓我去進行 那至於我們的老陳這一塊 其實我們已經去溝通蠻久了 那也是持續的說 最後他認知說 好像其實是可以的 你覺得最大的差 你印象中講一個故事好了 有沒有哪一件事情就是 你希望的做法跟他們是最不一樣的 或是有沒有什麼產品 或是什麼行銷的模式 那其實當初像我們最近有在打一個廣告 就是藍牙浴室暖風機 這一個產品 暖風機好重要 我們今天一開始我們 我就在抱怨說 說那個家裡面的長輩很固執喔 就你想要因為老房子不會有暖房設備 對沒錯 所以我們想要幫他改裝暖房設備 那時候是想說整個浴室都改裝 加一個暖房設備這樣 然後他們就一直覺得很麻煩 不要不要 然後最近就洗澡都冷的半死這樣 其實暖風設備可以 直接做一個暖風設備就好了啦 就是如果不改裝浴室也可以做嗎 其實是可以的 沒有很難 蠻簡單的 施工不用很久 施工差不多不用啦 一個小時內就可以了 這麼方便 等一下那個我了解一下 你剛剛說的像這個暖房設備怎麼樣 像我們因為我們這一款設備比較特別 它除了就是藍牙暖房設備 裡面還帶了一個藍牙喇叭 喔 這是年輕人喜歡的嗎 對 就裡面放了兩顆喇叭 那我們就是用手機的藍牙就可以連接 然後KBUS 很棒啊 對還不錯喔 對很棒啊很棒啊 對那也因為這個很棒的想法 當初我跟爸爸就是在用這個產品的時候 他其實是蠻反對我們這一項產品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我們是做冷氣 那冷氣對於這個浴室暖風機這一塊來講 我們應該要著重在冷氣這一塊 而不要再著重這個東西 那你要著重這個東西沒關係 你也不要你為什麼要去加入藍牙喇叭這個東西 那他說以冷氣為主 所以不應不要去做暖房 不要去做到浴室暖風機這個產品 不要去做浴室暖風 那就算你要做浴室暖風 你幹嘛還多加一個視聽音響 後來後來你怎麼怎麼去說服 因為我覺得老人家或者是蠻多人 我自己可能也會這樣覺得就說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這個一輩子只做好一件事 你爸可能就覺得我們一輩子 就把冷氣做好就好 對沒錯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我們應該要多元呢 為什麼會多元 其實我們這個社會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各個產品 因為包含我們現在還有在研發其他 也是創新的產品 那不只是暖房這個空間 所以未來我們有一些創新的東西 歡迎就是先大家同學姐 跟現代的好朋友 大家可以關注我們中林下的粉絲團 那多元的產品其實是保有我們一個品牌 未來更持續的創新進步 然後品牌的延續性 其實我覺得是耶 就像我剛剛聽到我覺得很讚 因為我現在我在洗澡的時候 或是我們想泡澡的時候 我還會把藍牙喇叭 就是小小的我們不是都有藍牙 我會把它拿進去那邊 然後手機放在那邊 一樣連上KKBOX 然後放出來 然後在那邊很舒服的聽 沒錯 那有時候小孩我也會這樣 比如說小孩喜歡聽什麼歌 我就會特別又把藍牙喇叭響把它放進去 那如果說你可以把它暖房跟這個合一 我覺得挺好的 對單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構思 其實也是要謝謝老婆 對因為她在 泡澡 洗澡的 不管是洗澡還是泡澡 她都想聽音樂 對她都在裡面待了一個小時 那一個小時在幹嘛 我都聽到她拿著我們的手機 就一直手機 然後沒有像 沒有拿一個喇叭 她就是直接手機撥放而已 對手機撥放放在旁邊 然後我就看到好像很辛苦 因為其實我有試過 你要你要洗澡的時候 手機放在旁邊 然後其實聽不到聲音 對因為尤其是乾濕分離 我們總是把它放在乾的區域 然後你裡面在哗啦哗啦洗的時候 其實外面你是聽不到 對你就一直聽到一個噪音在那邊吵 所以你這樣就會整個空間都聽得到 那我覺得很棒啊 對 其實很棒 但是你後來花了多少時間去跟爸爸溝通 然後讓他願意 還是說你這就是你剛剛前面講說 你哪一塊就交給我 後來這一塊就交給你嗎 最後 因為一開始我們在 我一開始在進行這個產品的時候 後來有一天我就直接找了一個朋友 公班 那直接進出到我家 他的房間把他浴室給拆了 直接幫他安裝了一個浴室暖風機 讓他自己直接想 剛好那時候也在冬天 所以直接讓他去享受 這個浴室 冬天的暖房效果是什麼樣子 對 那再來是藍牙喇叭 藍牙喇叭這個東西好像 對我爸爸比較沒效 對我媽媽比較有效 我媽媽其實也很愛看一些工作劇 那我就教我媽怎麼樣去操作 然後洗澡 然後結果我媽發現好像也越 待在浴室的時間也越來越久了 那我爸爸也看了 好像這個東西好像蠻有意思的 蠻好玩的一個產品 那後來他就想說好 那不然讓我去試試看 那結果試了之後發現我們這個產品 反而蠻銷路的還不錯 尤其今年應該銷售更好那麼冷 對 對我們這個產品是持續的晚上的銷售路線 所以後來他想說 那既然這個產品是有成功的 還是說我也願意去放手 讓你去試試看其他的什麼想法 對 所以現在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站在過去你們自己有的技術的之下 再去做一些其他支線的發展 你現在有什麼想法嗎 因為我們蠻多蠻多產品正在開發中 對 但是就是會有一些 還是基於自己本業的技術嗎 因為你們技術最厲害的 畢竟還是冷氣暖氣 其實暖風跟冷氣 我不是很難覺得應該是原理差的不太多吧 原理其實差不了不多 那其實我們冷氣起家的 但是包含的不只是所謂的 冷風或熱風這個東西 可能是整個家點 包含例如舉例說冰箱 廚師機 空氣清淨機 這一類的東西 其實都是跟我們品牌 跟我們本體產業是息息相關的 等於就是說冷氣過去大家覺得它是大家點 但其實從大家店如果要把品牌做延伸 變成小家店 可能也在做這樣的布局 沒錯 畢竟冷氣市場真的也是蠻難做的 對 可以想辦法做一些其他的這樣 那爸爸兩年前過世了 對 所以這兩年也許比如說像你剛剛說這個產品 其實銷售的或是大家反應都還不錯 那爸爸蠻遺憾爸爸看不到 對 你自己心裡有什麼覺得 爸爸好像太早走的遺憾嗎 或是你想讓他看到你接班是什麼樣子嗎 其實我是蠻想讓他看到說未來我們 因為當初其實爸爸蠻反對 就是在廣告這一塊 他會覺得說我們為什麼要去做到廣告 我們就把廣告的費用直接挪在 就是放在我們回饋在消費者的身上 對 那他現在沒有看到我們廣告的小廣告的一個想法 所以其實蠻想讓他看到說現在已經很多了 我講一個小故事就是 我有一天在我們的FB粉絲團上面有看到說 有個朋友說我們的廣告打得好像幾乎天天都在聽 對啊 真的啊 鋪天蓋地的松林下 對 對那我也蠻想讓他聽到說這個字詞 直接讓他親眼看見 對我覺得他會比我更有一個深處的想法 對 所以爸爸在過世之後 那我覺得我要給他最大的一個 就是心裡面的願望 就是讓我們家的松林下這間公司 不是保有現在的這個狀況 而是要更規模要更擴大 讓我們的松林下的每一位同仁每一位的員工 讓他們不會有一個後 讓他無後顧之憂 然後保障可以更多這樣子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所以今天很謝謝松林下副總經理石碩如來跟我們聊聊 其實像這種二代接班的故事蠻有趣的 那就像我一開始所說的 他們其實都有這個背負著 背負著這個萬一做不好就是個敗家子 這樣子的一個原罪在 對 那所以要怎麼樣在 但問題是很多的企業很多的型態 你又不得不去做轉變 對 所以實在是蠻難的 我們在成平時代能夠把 把前人留給我們的東西好好的保存著 那可能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在一個剛好需要革新的年代的時候 就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喔 所以我們也給這個石副總祝福啦 謝謝希望我相信你爸爸現在這個在天上看著還是覺得這小子還不錯 最近都沒有夢到他所以應該是還不錯 之前是常夢到他嗎 對那個一開始的時候我常常夢到他 這個太好笑 對 而且我剛剛聽到那個我好羨慕喔 你說你去把你們公班的浴室拆掉裝給他這樣 下次有這種也可以來找我 沒問題 我最近剛好很有浴室暖風機的需求 明天過來 我們也可以轉一下 剛剛有朋友也在問說 聽起來很棒喔 想要了解一下 我們在YouTube上也給了大家參考的網址 那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網去搜尋松林夏 你們一定很清楚啦 跟我一樣都被洗腦 那松林夏就是國產的冷氣品牌 他們現在有擴足到包括像是浴室暖風機 藍牙的音響在裡面 所以也是非常棒的 那以後呢也會陸陸續續有更多的小家店 大家都可以上松林夏的網站 或上他們的FB粉絲團來關注 那今天再次的謝謝石碩如副總經理 謝謝中文姐